大家好 我是陳子千律師 今天是2024年9月24日 星期二 各位網友都看到了 今天阿露又再次出現了 所以今天所說的話題 都是令到我很生氣的 好家環 竟然出現了一位鹹豬手阿伯 我會跟大家說一下 他做了什麼令我這麼生氣的事 事件的經過 法律分析和一些我的看法 好 我們立即開始 近日就有土瓜環的街坊報料 指近年土瓜環就有一位 大約已經90歲的阿伯 經常出沒 乘機扮失平衡 就摸身邊的女生 繼續講下去之前 我首先要名謝東張西望報道件事 我首先跟大家解釋一下事件的經過 以下下來 我會稱呼這位阿伯做豬手伯的 因為他經常行豬手 這位豬手伯在半年前就已經出現 而且經常 故意地伸手摸女士的身體部位 包括臀部 手肘 手臂等等 有在附近的三果店阿姐 都被這位豬手伯摸過幾次 開頭他都不以為意 以為這個豬手伯只是不小心碰到自己 或者是因為他拿著拐杖走得不穩 所以才會碰到女士 但是久而久之 三果店阿姐就發現 這位豬手伯經常都是在他的檔口走來走去的 當見到女士經過的時候 這位豬手伯就由本身的走得不穩 左搖右擺 突然間就變身 變成一個 行動敏捷的老伯 出手去摸女士 謎團終於解開了 這位生果店的阿姐終於發現原來豬手伯是故意這樣做的 然後東章主持就去調查這件事 去當場實測一下 這位豬手伯是不是好像生果店阿姐這樣說 做這些行為 一如所料 當豬手伯看到有女士經過的時候 他就會伸出他的魔掌 即是他的鹹豬手 還要不論什麼年紀 總之有女士在豬手伯的射程範圍經過 他的魔掌的鹹豬手就會出動 在短短的十分鐘裡面 竟然已經有七至八位女士 被豬手伯襲擊 但是當豬手伯看到有男士經過 他就會立刻彈開避開三分 其實這個豬手伯 實在是 假裝豬吃老虎 本身是極之敏捷的身手 他又要打罪拳之類 假裝不清醒 實在是很奇怪 東張西網主持 嘗試去找豬手伯的家人 問過究竟 為何他會有這麼奇怪的癖好 這麼奇怪的行為 誰知道豬手伯的家人竟然這樣說 豬手伯原來已經入過三次醫院 走得走得已經很好 他們還說這樣的老人家會對其他人造成什麼威脅呢 這樣說 這件事就暫時來到這裡 講完這件事之後 以下我就會跟大家講一下 一些法律分析 以及我的個人見解 首先我再跟各位網友重溫一下什麼是非禮罪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 第122條 非禮是指在未經對方同意的情況下 觸碰其身體部位 就是這麼簡單 就已經可以構成非禮罪 最高是可以被判監十年那麼久 罰得很重的大家記住 但是大家又要留意一下 如果大家不是有意地觸碰他人的身體部位 例如在香港最常見的情況就是坐地鐵 特別在繁忙時間 因為地鐵真的很強迫 很多時候都會不過意撞到或碰到其他人 如果這個觸碰是無意或者非蓄意或者意外突然撞到 那就是不會構成非禮罪 其實這個也很正常 但是現在我們反觀回朱手伯的行為 他擺明就是看到 在街上有女士經過才要出手 還有我們說不是一個狹窄擠迫的環境 街上那麼闊 他在一個水果店走來走去 很明顯他就故意找獵物 跟著出手 去摸這些女士 重點就是 他是不斷反覆地做這些行為 根本就是樂此不疲 從表面來看 豬手伯其實已經犯了非禮罪 其實警方是絕對可以將他成招依法 只是未有人報警 可能有些人覺得算了 看見老伯 無謂搞他 無謂報警 令到 他又有詞無恐 繼續做這些 灰索的行為 所以我是極之憤怒的 沒錯 令到我更加憤怒的一點 就是他家人 竟然說 沒什麼問題 我老伯都這麼老了 是不是才進去基礎醫院 不會對他人做什麼 傷害的 還要大條道理 幫他開脫 說他應該沒錯 我亦都很生氣 因為香港是有法治的 犯法就是犯法 你不可以因為一個老人家 九十多歲 入了幾次醫院 就當算了 活到這百年多 就放了他 沒什麼事 對人沒什麼攻擊性 就是不可以讓他恃老賣老 這是絕對非常之這樣的問題 如果是這樣 香港還有王法 大家網友覺得我覺得 對不對 因為豬首伯事件 是還有 後續的 我會繼續密切留意事件 之後再跟各位網友分析 講完這件令我憤怒的事件之後 就講回昨天 亦都是令我非常之 憤怒的事件 就是關於 內地苦主 被武品夫婦 有欺凌的事件 在飛機上 其實有很多網友都留言 在我的YouTube 頻道下面 就說 其實這對武品夫婦 會不會是BNO啊 會不會想著移民 如果他們真的是BNO啊 想著移民去英國 這個絕對是對香港的天大喜順 因為香港絕對絕對 是不需要這些劣質的人 在這裡欺負一個女生 他們早走早約 去英國 麻煩你去欺負英國人 但我想他們都應該不夠膽 他們看到白人 立即縮在一邊 這些完全是戀直 的程義傑 一看到白人 就變成了一個奴才 其實都是好事來的 我們香港輸出所有的瘀血 去英國 跟著我們換回一些新血 有質素的專才 那些聰明的人來香港 香港便會越來越好 各位網友覺得我講得有沒有道理 對不對呢 我又想再問各位網友 覺得這對劣質夫婦 究竟是不是BNO啊 希望各位都可以留言 在下面告訴我 我也會再回應 今天跟大家說 這位土瓜灣豬手伯的 烏索行為 就到這裡 各位網友有什麼看法 也都在街上有沒有遇過這些人呢 又怎麼對付他呢 有沒有報警呢 希望各位都可以留言 在下面告訴我 我也會再回應 如果各位網友 覺得我這條片 是講得好 罵得對 可以掌知識的話 希望各位可以 支持我 CLS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除了星期六日 和公眾假期以外 我會升級一節五 每日一片 和各位說一些社會時事 國際時事 一些遠性新聞 一些騙徒的最新行騙手法 和大家怎樣可以防止被騙 最重要是用正確的法律觀點 和各位講出 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讓大家不會誤墮法網 多謝各位